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所有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4月16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最近一两天 简中互联网盛传所谓法国阻挠欧盟 关于使用21的和平基金为乌克兰购买蛋油的计划 军盟博主们用的标题大多将法国这一行为 与所谓反抗美国霸权联系起来 在他们口中 似乎法国总统马克龙 一夜之间从东方智慧就获得了启发 懂得了独立思考了 看看他们的大标题 法国反美戒心时 马克龙对乌克兰术部 叫停20亿原污弹药决议 另一个 是烟污弹还是良心发现 称法国反对欧盟出自20亿为污购置弹药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那实际上到底如何呢 可以肯定的说 跟反抗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增加20亿预算为乌克兰购买弹药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那是欧盟的事 即便马克龙真的想阻挠这一计划 那也是涡里反跟美国没有半毛钱关系 实际上 法国反的也不是为乌克兰购买弹药 而是如何买 此前 欧盟决议使用10亿欧元在欧盟范围内采购炮弹 以及资助欧盟范围内的军火制造企业 这是波兰捷克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等工业欠发达国家的喜报 好几个国家已经扩张了生产线 甚至重新启用了被封停的工厂 另外 欧盟还打算用另外的10亿欧元在欧盟以外采购炮弹 法国反对的正是这一点 他们希望这10亿肥水不流外人田 就在欧盟范围内自我采购一下得了 犯不着便宜韩国巴基斯坦或者其他地方的军火生产商 那法国的反对有没有毛病呢 大体一看 没毛病 钱是欧盟的 花在欧盟也完全合理 法国提出这个意义看似很正常 但是这么一来 欧盟所能动员的为乌克兰提供炮弹的工业企业就比较少 可能在供货速度上满足不了乌克兰前线破气的需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波兰人很有意见 称法国人再一次脱后腿 乌克兰官员也引用数据指出 对乌克兰援助排名的前10的国家中居然没有法国 这与法国西欧大国的地位不匹配 看到这里 我们也不禁为法兰西汉盐 那园乌大业法国人有没有拖后腿呢 真的有 自开展以来 法国除了援助24辆凯撒以外 没有拿得出手的重磅援助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还给了一批AMX-12C侦察装甲车 他们当时将其称为轻型坦克 从而掀起并最终成功落地了向乌克兰援助西方 现役主战坦克的计划 当然 此时的决定严肃 还是美国在德国的要求下 同意转移埃布拉姆斯 然后英国跟舰给挑战人 最终德国同意了给鲍二 至于法国 勒克莱尔连影子都没有 幻影呢 也是不见了下弯 法国还给了一些过时的鳄鱼防空导弹 还跟意大利一起提供了SAMPT防空反导系统 但是法国提供的所有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加起来也只有20亿欧元的数量 这仅仅相当于美国给予乌克兰的 最近一笔军事援助的单笔数额 相比美国给出的几百亿美元 德国给出的40亿欧元 法国真的不算慷慨 所以波兰人痛骂法国拖后腿 并没有骂错 法国给不出更多的援助 相信有财政和外交上的原因 因为经济增长缓骂 法国内部局势又不晚 马克龙是焦头烂额 因为外交奉行孤立主义政策 法国饱受批评 马克龙绝不敢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唱对台戏 因为那样会让他一夜之间 失去在欧盟内部的支持和合作 所以他只能在具体如何翻配到 21的总预算的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 为法国军工行业多争取一口肉汤 仅此而已 不过这件事可是让简中网军盟博主们高潮迭起了 附近的迷妹更是把卵排满了整条街道 他们把马克龙的提出意义就扭曲成了拒绝 还在铺天盖地的文章和视频中 兴高采烈宣布这是法国反靠美国暴政的开端 其实这种观点根本进一步去推敲 今天节目中的开始咱就说了 这是欧盟自己提出的计划 美国根本就没有参与 法国反谁 法国是欧盟盟主 难道自己反自己吗 何况美国已经默默地给了百万发炮弹 这个消息在我们昨天的节目中有详细的说明 所以法国的唐贝党车并不影响乌克兰炮弹供应 对于马克龙最近的一些言行 美国重量级参议员指着他的鼻子就骂 小马你要搞清楚 你变色龙没有关系 但乌克兰战争可是你们欧洲自己的事 如果你们不高兴的话 那我们美国大不了不参与 撤回援助就行了 我们也不乐意让美国人的钱花到白眼狼山上 以后你们欧洲的事你们自己搞定吧 那马克龙怎么办呢 再给那个人打电话吗 或者再去坐那个70米长的桌子一端 可怜巴巴的求调停吗 所以法国不可能也不敢改变 法国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的既定方斩 法国虽然对20亿预算的分配提出异议 但这不会导致整个计划最终流产 合理的推测是 各方在讨价还价一番后又会迅速将其推进 应该看到的是 法国依然是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 对于乌战的性质 法国并未错误判断 对于援助乌克兰 法国依然还是在出力的 绝非匈牙利和塞尔维亚那样的做派 前两天的报道显示 乌克兰总理丹尼斯·施米哈尔在 华盛顿与法国经济财政工业和数字主权部长 布鲁诺·赫梅尔洽谈后宣布 法国准备在长期计划中向乌克兰提供20亿欧元 部分资金将用于重建 施米哈尔感谢了法国的支持 真不知道过几天欧盟的20亿欧元炮弹计划 最终修正出台后 这些人又该怎么掩盖自己被打红的脸呢 哦 对了 这帮人是没有脸的 好 咱们来看一个与战争相关的消息 根据五角大楼泄露的文件 乌克兰战争让俄罗斯的精英特种部队损失惨重 一些特种部队的伤亡率高达95% 俄军的特种部队通常用于秘密任务 从战场侦查到破坏行动到反叛乱到训练游击队战士 到处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虽然这些部队从选拔训练到装备都极为的精良 但他们不应该直接参与前线的战斗 根据美国从2022年底到今年早些时候的评估 俄罗斯军方高层决定将经过专门训练的特种部队投入一线战斗 用以遏制战场上的节节败退 俄军高层不相信常规部队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 根据国民警卫队员捷克特希拉泄露的资料 其中包含俄军第22独立特种作战旅的机动车库的卫星图像 2021年11月也就是战争开始前的四个月 这个车库挤满了战术车辆 2022年11月的照片显示了同一个地点 但该部队一年前拥有的虎式装甲车的数量已经不足一半 这使他们部署到乌克兰几个月后撤回修整时被拍摄下来的 据说该旅在几个月里承受了估计90%到95%的减员率 另一只部队第25特战团显然从未从乌克兰返回俄罗斯 可能是由于极端的伤亡率和设备损失 由于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失去了大量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 阻碍了俄罗斯军队在敌后使用秘密战术的能力 美国专家得出的结论是 展望未来被摧毁的特种部队不仅在乌克兰 而且在全世界其他地区的效果都会降低 这种高达灾难期的人员损失比例 应该是俄军指挥官在战争开始时 过度依赖特种部队去期待普通步兵的作战人物 考虑到训练一名特种部队成员大约需要四年时间 俄罗斯将需要长达十年的时间 才能补充严重耗尽的特种部队 但是俄军指挥官也不是傻子 用精英但人数少的特种部队替代普通的士兵 是迫不得已之举 二战时 德国成立了十多个装备重型虎式坦克的装甲营 希望这些部队成为进攻矛头 起到决定性的效果 重现基辅战役依据歼灭苏军六十万重装部队的辉煌 然而呢 这些部队仅仅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能被集中使用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 他们多数时候被充当战火救火队使用 经常以二辆到五辆的零散规模 用来封堵战场上一处处被俄军突破的缺陋 这些德国武装力量当中最为训练有素的部队 就在这样零打碎桥中逐步被消耗殆尽 虽然他们整体上也打出了一比六的高交换比 传重打击了苏军 但其中使用精锐装甲部队进攻穿插切割 见面苏军的主力部队的企图从未实现过 而解救被苏军包围的德国部队的企图也多数被挫败 现在的俄军跟当年德军的困境是一样的 由于普通部队的作战效能低下 精英部队被当作普通部队来填坑 这是俄军逐步衰微行将失败的最显著的表征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寇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稍后再会